这一次的这五千块的振兴券 台湾人啊 你一定要先嫌弃再说 好麻烦啊 什么都不给我们现金 骂政府在台湾 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呀 对我来说难度还是太高了 台湾人太难当了 自从我来到台湾之后啊 作为台湾的新住民 我是非常积极 就是要融入在地生活的 那很多朋友就好奇问我说 哎丽雅你来这么多年 你觉得你已经融入 我们台湾的生活了吗 你已经成为真正的台湾人了吗 啊我跟你们讲完全没有 因为呢当一个台湾人 对我来说难度太高了 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话题 就是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台湾人 好我在这里先给大家答案好了 就是你想要做一个台湾人呢 最基本的你要做到 敢于批评政府 真的啊 这个骂政府 这在台湾的老百姓生活当中 那就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呀 不管你说你去水果摊去买一个水果呀 或者是说去凉面摊吃凉面 哎呀你走到哪里 你一定总能听到就是几个人在那边 讨论政策呀 什么批评政府最近用哪一个政策做的不好啊 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啊 那我刚来的时候 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的不习惯啊 然后我就问我老公说 哎我说你们这样怎么整天没事就骂政府啊 然后我老公就说那当然要骂呀 做的不好 你要是不骂的话 那以后怎么会变好呢 怎么会改进呢 然后我就问说 那如果政府做的挺好的呢 我老公说那也得骂 不骂怎么做的更好呢 哎呀那时候我就记住了 哦原来骂政府就是台湾人的生活日常 反正你不管他做的好还是不好 你就骂就对了 那我后来一想啊 我说这个事情不对 哎呀你看哈 我虽然在台湾我敢骂政府吧 那我总要回娘家的嘛 那我回娘家 那我怎么敢呢 我说算了算了 这个台湾人不好当 我不当了 然后我老公就说 哎你是不是傻呀 谁让你回娘家骂你们政府了 你回到娘家就破口大骂台湾政府 不就好了吗 哎呀 哎你们说我是不是嫁对了人呢 哎我老公怎么这么聪明啊 可是我想了想我就说 哎呦老公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啊 你看我这 我明明在台湾住着觉得挺好的 然后而且你看 最近还发了振兴券5000块一个人 那我明明我觉得住挺好的 然后我回家再骂 我说这样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啊 然后我老公就说 哎呦双标你都不会啊 你这算什么呀 那双面人很多的 你看天天多少台湾人都说 你们家多好啊台湾多烂 也没见几个搬过去住的 真的搬过去住的也没见几个就不回来了 反正嘛 骂台湾又没什么成本 对不对 大家就尽量骂别客气 反正啊到时候真的有什么事情 再回来嘛 哎呀这个人嘛都是会挑软柿子捏的 你放心 捏的最狠的那个绝对不是你 你就尽量捏别客气 哎呀我老公可真是个有智慧的人啊 但是呢我仔细想了想 我觉得不行 这个骂政府啊 对我来说难度还是太高了 哎这个毕竟我从小到大 那可都是祖国万岁啊 我我可不敢骂政府 我就想说哎算 这台湾人太难当了 不当了不当了 然后我老公就说哎 那这样吧 你先别灰心啊 你先从简单一点的开始练习嘛 我说简单的是什么呀 他说嗯你就先练习口贤体正直吧 啊他说哎哟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这一次的这五千块的振兴券吧 你第一时间拿到是什么反应 我说那当然是哎呀五千块啊 太好了政府发钱了 你要要出去买什么呢 我第一反应就这样啊 他说no no no 那你就绝对不是台湾人了 如果是我们台湾人啊 你一定要先嫌弃再说 比如说呢 哈五千块啊 还要去领啊 好麻烦哦 什么都不给我们现金 或者是呢 哈五千块 还要去什么官网申请 还要什么绑定 哦好麻烦啊 有没有懒人包啊 到底要怎么领啊 好麻烦啦 什么什么什么 你让我去超商 哎呦我不要 还要过马路耶 好麻烦哦 哎呦总之都不要啦 好烦哦 好麻烦哦 这才是我们台湾人 正常的反应啊 我嗯 那我就说 哎呀 那既然嫌麻烦的话 那干脆就不要领啊 也没有说强迫 你必须得领 你必须得收 也没有这样强迫呀 那就不要领算了 然后我老公就摆我一眼说 哈 你真的你真的 好吧 你真的没有当台湾人的潜值 我说怎样 他说 嫌归嫌 骂归骂 到时候开始申领了 那一定要冲到第一个去啊 不管是排队啊 还是网路拥策啊 什么网站瘫痪啊 不管 就是要冲第一个 这才是我们台湾人 哎呀 我恍然大悟啊 那我就想了想 我说 哎老公 我好像稍微有一点明白了 那你看 我这样讲对不对 他说好 我听着 我就跟他讲 我说 哎呀 这个振兴券啊 好烦哦 一家三口 一万五 嗯 直接都发给我不就好了 你看哈 这个三个人的健保卡号 我还要一个一个输进去 是不是 我老公都不需要做这种事 真的好麻烦啊 我好累啊 然后我就去问我老公 老公你觉得我刚才这一段怎么样啊 我老公看了看我手里的振兴券 再也没有理我 好吧 那我未来就继续努力 努力练习 看要怎么当一个真正的台湾人 好啦 不开玩笑了 那我现在认真一点讲 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里呢 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台湾的好 其实你们知道吗 台湾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 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 我想说的就是 大家要珍惜 不要等到哪一天真的失去了 再后悔可真的是来不及了